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由太监远途宫根据奎花宝典改编所创 武林中人对奎花宝典是又恨又爱 但对远途宫则没有太多的评价 独孤九剑是由有剑魔之称的独孤求败所创 独孤求败是在《神雕侠侣》《笑傲江湖》《鹿顶记》中 指文明不见人 如神一般的存在 被历代武林高手所景仰 从创始人的来看 独孤求败的名声远高于远途宫 并且作为武林高手 自然是对太监有所不耻 我们再看看剑法对比 辟邪剑法 仅是奎花宝典的一个分支 以快和阴狠著称 独孤九剑是专门破解天下剑法的剑术 包含了总爵式 破剑式 破刀式 破枪式 破边式 破锁式 破掌式 破剑式 破气式 可谓是一个庞大而又细致无比的剑术 独孤九剑的特点是 破解对手的招式 也就让对手无招可出 从剑法内容对比来看 独孤九剑 比辟邪剑法的招式更多 应用更广 但在笑傲后期 林狐冲虽然以独孤九剑 打败了会使用辟邪剑法的岳步群 但这并不能说明 辟邪剑法 就弱于独孤九剑 读者不妨试想 风轻扬传授林狐冲独孤九剑在前 而岳步群林平之等人 其练辟邪剑法 却相对较晚 也就是说 林狐冲的独孤九剑 使用的远比 岳步群等人的辟邪剑法 更为纯熟 再者 林狐冲再学会了独孤九剑之后 他还在江湖上 遇到了很多奇遇 这让他独孤九剑造诣突飞猛进 甚至可以说 林狐冲的剑术实战经验 很是丰富 还曾受过多位剑道高手的指点 而这些都是 岳步群等人所不能比拟的 因此 在阿浪看来 若单论剑法和创始人 独孤九剑 或胜过辟邪剑法 但其实 这两种剑法源 并未真正分出高下 在原文中 隐隐道 实不相瞒 那姓林的剑法太怪 我们须得看得清楚 林狐冲心头一领 隐隐这句话 正说中了他的心事 林平之剑术之奇 连独孤九剑也没法破解 确实非看得清楚不可 林平之喝道 好 这好 自刚出口 便及拔剑下马 反手挺剑自出 跟着飞身上马 一声吆喝 和月灵山并起而去 站在街边的一名青城弟子 胸口鲜血狂涌 慢慢倒下 林平之这一剑奇幻莫测 迅捷无伦 林狐冲只看得撬舌不下 心想 这一剑 躺是向我刺来 如我手中没兵刃 决然没法抵挡 非给他刺死不可 他自存 以剑术而论 林平之和自己相差极远 可是 他适才这一招如此快法 自己却却无拆解之方 林狐冲细思 林平之这一招剑法 剑招本身全无特异 只出手实在太过突兀 事先绝无半分阵兆 这一招不论向谁攻出 就算是绝顶高手 只怕也难以招架 为了报仇 林平之一路尾随于沧海 此时的林平之 已经练成了辟邪剑法 于沧海远非他的对手 只能看着坐下弟子 惨死林平之剑下 自己更是胆战心惊 而林狐冲见了林平之的剑法 心中大为惊讶 在他看来 林平之的剑法 真是奇异之极 招式更是连自己的不孤九剑 也难以破解 随后林平之 再次当着于沧海的面 以辟邪剑法 杀了一名青城太弟子 而这次 他的剑招更为高明 只一招便在顷刻间杀了一人 虽然只是一招 但在令狐冲看来 林平之的这一剑 如果朝他刺来 若自己手中无剑 便会被林平之当场刺倒 若是手中有剑 虽然能活命 但也无法拆解对方招式 林平之简简单单的一招 非但令狐冲不能立即破解 在他看来 就算绝顶高手 也是难以招架 说到剑术方面的造诣 令狐冲是远高于林平之的 林平之修炼辟邪剑法的时间 并非很久 相比于林狐冲来说 林平之无疑是一个剑术新手 但只一招 便让剑术行家林狐冲 便做出如此反应 从中我们便能看出 辟邪剑法确实很厉害 甚至可以说 纵观整个笑傲江湖 若单论剑法能与独孤九剑相抗衡的 只有辟邪剑法 那么 辟邪剑法与独孤九剑 究竟谁更胜一筹呢 一理论上独孤九剑战胜辟邪剑法 需要在200招之外 独孤九剑的核心便在于 无招 从独孤九剑的剑术理论看来 天下任何武学 只要敌人一出手 便能从敌人的招式之中 找到破绽所在 由此攻击敌人的破绽 一击取胜 辟邪剑法中 虽然也有破绽 但是这路剑法极快无比 破绽更是一线即逝 因此 根本没有机会去攻击对方的破绽 如此一来 所谓的破绽 也相当于不存在 而攻不到破绽 独孤九剑威力大减 此刻堪堪 与岳不群 斗到将近200招 见他一剑挥来 又腋下露出破绽 岳不群这一招 先前已经使过 本来以他剑招变化之复杂 200招内不该重复 但毕竟重复了一次 数招之后 岳不群长剑横销 左腰间露出破绽 这一招又是重复使出 陡然之间 灵狐冲心中灵光连闪 他这辟邪剑法于极快之际 破绽便不成其为破绽 然而剑招中虽无破绽 剑法中的破绽 却终于给我找到了 这破绽便是剑招不免重复 因为攻击不到岳不群 辟邪剑法的破绽 灵狐冲与岳不群过了数百招 也难分高下 而岳不群深知 灵狐冲独孤九剑极为高明 又想到自己不男不女的秘密 已被泄露 九宫之下 不免稍微分神剑上的威力 也大为减弱 然而高手过招 胜败就在片刻之间 岳不群剑上威力减弱 灵狐冲便有机会 思索岳不群剑法的破绽 果然 在瞬息万变之间 资质极高的灵狐冲 已然看出了岳不群的破绽 所在 原来 两人斗到了两百招时 灵狐冲发现 岳不群的剑招有所重复 而在剑招重复之下 并狐冲发现了 岳不群的腋下 便是他的破绽所在 用灵狐冲的话来说 辟邪剑法的每一招中 是没有破绽的 但辟邪剑法虽然绝妙 却也是 有招的 待招数用尽 敌人必然从头用起 如此一来招数重复 而重复便是破绽所在 辟邪剑法 本与独孤九剑不相上下 但差距就在于 独孤九剑是无招的 而辟邪剑法再怎么招数 变幻繁杂 但也摆脱不了有招的本质 而对于决定高手来说 胜负往往就在于 一招一招之间 如此一来 独孤九剑略胜于辟邪剑法 二天下武功 无坚不摧 为快不破 若将辟邪剑法 变到一定的境界 独孤九剑绝非对手 独孤九剑能战胜辟邪剑法 也是有前提的 那就是 双方至少需要比斗数百招 等辟邪剑法自身露出破绽 然而如果是像东方不败那样的 超一流爵士高手 使出辟邪剑法 独孤九剑 或许就等不到 辟邪剑法露出破绽的机会 这种情况下 纵使独孤九剑的无招 斗不过为快不破 得辟邪剑法 其实通过岳不群 和林狐冲的那番比试 两门剑法的威力大小 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答案 岳不群起点 比令狐冲高基础 远比令狐冲雄厚 令狐冲修炼独孤九剑在先 岳不群修炼辟邪剑法在后 但因为二者修炼速度不一 可初步认定 二人是处在同一水平线 但通过黑木崖上 与东方不败一战 令狐冲对独孤九剑的理解 更上层楼岳不群的辟邪剑法 虽然诡异绝伦 速度快得不可思议 但令狐冲充分发挥 独孤九剑的特性化守围攻 一番巨斗 照样胜过了岳不群 独孤九剑能胜出 其实是占了设定上的便宜 独孤九剑一剑破万法 这点从他一共九招 每招取的名字就看得出来 除了总决士 其他八招从破剑式 破刀式 直至最后的破掌式和破气式 学会九式独孤九剑天下 所有的有招式的武功 都不再是秘密 即便是招式完美无缺 没有破绽 独孤九剑也能通过压迫式的进攻 逼迫你露出破绽 然后攻敌破绽 一击破敌 但这并不意味着 独孤九剑就是无敌的 天下武功 殊途同归 修炼到极致 就会达到传说中的无招之境 而到了这个境界 比拼就会回归到武功的本质 那就是功力的高低 对此 封青阳也有过明确的说明 在金庸笑傲江湖第十章中记载 封青阳微微一笑的 这就是了 学武之人使兵刃 动拳脚 总是有招式的 你只需知道破法 一出手便能破招制敌 灵狐冲道 要是敌人也没招式呢 封青阳道 那么他也是一等一的高手了 二人打到如何便如何 说不定是你高歇 也说不定是他高歇 所以 单纯比独孤九剑 和辟邪剑法的高下优劣 并没有意义 工具毕竟只是工具 决定工具威力的 永远只可能是握着工具的那只手 而且从某些方面来说 独孤九剑 毕竟是正派 正宗的剑法 而辟邪剑 无论从修炼方法还是威力 都透着一股邪气 修炼者更是力气大增 如此一来 辟邪剑法虽然厉害 但最终确实邪不胜正 好的本期视频就讲到这里 我是阿浪 专注武侠解读 如果各位大侠喜欢我的视频 还请留下你的足迹 让我们一起 讨论交流武侠世界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